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8.4的这个练习题 折射现象的一些分析 OK,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If atmospheric reflection did not occur 就是说我们的大气层呢,有进行折射嘛,对不对 How would the apparent time of sunrise and sunset can be changed 就是说如果没有折射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日处跟日落的时间 大概会是推迟呢,还是在提早这样子 当然就是折射的关系,我们的太阳在水平面以下 我们就开始看到了,那如果是日处的话呢 没有大气层,我们那个日处就会推迟 那日落呢,就会提早 Sunrise would be later and sunset earlier 就是日落就会提早了 总之那个太阳出现的时间就会缩缓 大致上是这样的情形 OK,所以这个跟我们刚才课本上有提到的 是一样的,assuming that,这个是另外一题 其实好像是一样的题不来了 只是说那个历届题的不同年份出现的 assuming that the atmosphere at the surface of earth does not exist 就是说没有大气层的情况来讲呢 then what will the hour to be to observe the hour to be to observe the sunset compare to 这个英文好像有点怪,是我答到答错吗 when atmosphere is exist 就是说它的时间,它这一边主要问的是sunset的时间 OK,so如果sunset的时间,如果没有大气层的话 sunset的时间应该会 sunset的时间,sunset的时间应该是 sunset应该是提早的吗 earlier what that the observe compare to existing,compare to existing 它应该是earlier的 但这题可能是我给错答案的 可能是我给错答案的 sunset应该是earlier,sunrise才是delay的情形 这题应该是delay的 奇怪,为啥 正是它主要的答案 应该是earlier的 so有两位多了一分这样子 OK,再来这题,恭喜大家全部人作对 就是那个4深度跟实际深度的这个题目 a fish swimming in the pond appear to be at the depth of 1.2 m from the water surface 这个看起来那个鱼好像是在1.2米的地方 但是实际深度应该是多少 如果它是1.33,刚刚我们讲了嘛 刚刚我刚好也是提这个准准的一个数据 如果实际的深度1.6 你乘四分之三,你看到的是1.2 所以这一边就变成了1.2 除以3乘以4就会得到1.6 所以这题它的实际深度应该是1.6 OK,very good,全国人作对 看起来大家都有听书 OK,再来这一题 a glass container contain two different liquid separate into layer two layer 这个题目他们经常出现 那它的计算的方式是比较不一样的 等下我刚才上课的时候是没有提到说 它可以怎样的一个叠加方式 OK,所以这一题它是讲说 to layer 这个有没有图 这个没有图 我们也稍微画一下 画一下 那 a glass container contain two different liquid separate into two layer the upper layer is oil 3cm 就是说最上面的那一层是3cm的厚度 它的refractive index 1.5 再来另外一个呢是 the lower layer is water 这个厚度是5cm 厚度是5cm 那个refractive index 5.3 the lower layer the glass contain the glass container the glass container glass container有关系吗 有关系哦,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哦 就是说那个glass container本身有一个厚度 这个厚度呢就会是0.5cm 0.5cm 然后呢它的refractive index 1.6cm ok when when view in the perpendicular downward from the oil surface 如果我在正上方看下来的话 the apparent depth of the black dark spot at the bottom of the container 就是说我在这边有一个点,黑点 对 那它看到的深度会是多少 这个的做法来讲呢 它就会 它的叠加方式是这样子 那个四深度 原本我们讲说四深度 将会是等于实际的深度 对不对 实际的深度 除以n 但是如果你是 叠加有很多层很多的这个情形来讲 我们就用summation 然后实际深度呢 就会转换成它的内层的厚度 ok 所以像这个情况来讲呢 它是用3cm 除以1.5 ok 再加上5cm 5cm 除以1.3 1.3 再加上0.5cm 再除以1.6 所以这个呢,你们做错呢 我当然没有怪你们啦 那这个是 5cm 中华的老师应该 如果你们上了这一张的话呢 应该是 老师有教怎样去计算 真正的那个做法呢 就是用厚度除以那个n 每一层这样子叠加上去 你就会算到呢 靠近一点 6.2 你靠近6.2cm 你看整个深度呢 5加8加0.5 真正深度是8.5cm 那你看到的反而是6.2cm ok 所以这题的答案呢 是对别的 好 所以那个做法大致上是这样子的 再来这一题好像有图 好像有图 an empty glass of chopstick as shown in figure below after fill a transparent liquid the chopstick looks like 哪一个呢 那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没有偏折的情形 肯定不是很对 那你的偏折的chopstick 应该是会往下还是往上呢 对啊 这个是往这个其实也是往下折 但是折更多 这个也是往下这个也这个是往上 那事实上来讲我们知道说那个如果我放了液体之后 这个东西看起来会变浅 对吗 所以变浅的话 照理上应该会往上折 所以这个钱的符号才是正确的答案 啊 所以有一位同学作对 全部啊 缺了 这个 呃 这个啊 是错的 对 为什么会大家会有这样子一个想法 我当我相信 我相信大家就会觉得说 光输去光密 这个角度会输 这个角度会密 啊 大家应该是用这样子一个想法 但是事实上来讲呢 这个不是光线 这个是chopstick 啊 然后呢 chopstick在水里面会看到比较浅一点 所以他会折上来 不是折下去 所以只有一位同学呢 是答对的 ok 所以这题也是一题 啊 历界题 好 再来in the figure 啊 有figure了 in figure below shows the reflection of monochromatic light 为什么他叫monochromatic 是叫单色光 啊 就是说我们的光有分不同颜色嘛 啊 红层黄绿蓝电池 呃 不同颜色的光就会有折射率不一样 所以他为了方便起见 他就会讲到 我这是一个颜色的光啊 你就看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哦 你不要考虑说啊 有不同颜色不同折射率啊 等等的情况啦 ok from an optical optically less dense medium pass to an optically dense medium shape in different form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啊 有点像 三角形的 还是这个啊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二头镜嘛 然后呢 这个是长方形的 还有这个是半圆形的 哪一个是错误的光线 啊 哪一个是错误的光线折射 这一题呃 首先这个能镜我们还没有学 但是如果你细心看他每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他往偏向发现 这个界面的话呢 感觉上好像有偏离发现 这个应该是没有错的 啊 这个题应该没有错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典型的呃 透镜会有汇聚光线的情形 所以这个应该也不是问题 再来这一边呢 如果看第一个界面啊 偏向发现 过后呢 再偏离发现 主要你要看的是 出来的跟进去的光线呢 应该要平行 若有平行的话呢 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再来这个的话呢 他进入这个半圆呢 没有偏折 因为他只是去那个员形 所以他在这个面没有偏折 是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边偏折的时候呢 你再看清楚 哎他好像是偏向发现去了 对吗 所以这个呢 就好像不太对 因为你应该啊 在这个位置呢 应该要偏离发现的 所以这一题啊 只有这个 percentage符号的这个啊 半圆形的一个 其实是画错了 其实是画错了 ok 再来这一题 如图所示 玻璃砖厚 玻璃砖厚5cm 然后呢 玻璃砖上方表面下的1cm 看到黑 有黑点 如果玻璃砖 砖下有一个反面平面镜 啊 然后呢 砖上方 诶 砖的上方 看下去 该黑点 是应该在哪里 哦 这个有点 呃 这个的做法是怎样呢 砖上面看下来 黑点的位置 应该会在哪里 平面镜上方 呃 这一题的做法 我想一下哈 我们首先呢 先这样子来看他 呃 砖下1cm 也就是说这边是4cm 对吗 然后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 呃 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 呃 物据等于相距它应该是在镜里面4cm的位置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是这样子的情形 但是呢 我们的玻璃砖呢 真正如果从上面看下来呢 它厚度是9cm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应该要变浅了 对不对 变浅多少呢 他讲说那个折射率是2分之3 也就是1.5的意思 所以呢 那个4深度呢 应该是9cm 除于1.5 对 所以呢 就是3月-3.326 就会得到6cm ok 6cm在哪里呢 6cm呢 应该会 这里5cm 这里6cm 所以它应该会在 呃 这个镜面下方的1cm的位置 ok 镜面下方1cm的位置 啊 所以这个呢 答案呢 镜面下方1cm的位置 这个才是正确 啊 所以这个啊 你必须要把那个点 啊 把它反射进去镜子里面 过后再看一下整个的厚度 其实你讲说 哎 老师在里面的厚度也算了 在镜子里面的厚度也算 也算的 也算的 因为 其实它就是进行了 呃 在镜子里面进行了反射 过后呢 再反射上来 啊 所以呢 它就 那个光还是在进 呃那个玻璃里面 呃 呃 行走的 那我们那个厚度呢 也要放 啊 所以总的厚度呢 就会变成了9cm 啊 9cm的厚度 除以1.5 啊 就是它的这个2分之3 你预算到是6cm 啊 6cm的话 就是在镜子下面1cm的位置 ok 所以这里有三个人都做对 非常好 再来看这一题 有没有图 还是同一题 啊 啊 这一题好像 图好像给错了吧 好像给错了 我 我好像给错图啊 非常抱歉啊 哎 我再看一下那个真实的图是这样 嗯 这是第七年啊 2013 哦 应该是打完题 忘记把那个图给换掉 找一下 2013 哦 应该是这个图 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各位 ok 应该是这个图 嗯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了啊 怎样做了啊 有一个长方形的容器 它的高是30cm 哎 四方形的底部 宽是40cm 对 这一个的广度是40cm 在容器的顶部 顾 底部 固定放了一个长40cm的一个刻度 然后呢 如图 当我们的 空气 啊 EA EA 斜过去看 原本没有装水的时候 刚好可以看到O 啊 刚好可以看到O 那 过后装满这个液体了之后呢 我看到的是20 所以请问这个折射率是多少 所以这边的I 对吧 这边就是R 我们的I怎样算呢 我们的I呢就是用40 40 40 30 这个OA其实是50嘛 所以这个I的Sign I啊 你可以直接的从这个直角三角形可以看出来它其实是相等于4除以5 OK 呃 然后呢 Sign R呢 Sign R当然它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这里是3 这里是2 2的平 呃 这个是2比3 224 339 9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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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13 更号13 呃 所以这边应该是10 更号13 当然那个10 我可以去掉它啦 OK 所以这个Sign应该是2除以更号13 OK 所以接下去呢 应该就是按计算结合1 按计算结合1 我们的N 就是Sign I除以Sign R 也就是1除以5分之4 嗯 属于这个2分之 啊 根号13 那就会算出来1.44左右 OK 所以这期的答案呢 是1.44 非常包对 还是会有两个人做对 真神奇 我给错图哦 嘿 我给错图还可以做对啊 真是太厉害了 OK 所以等一下我会换一下那个图 非常抱歉 啊 如图 我们的这个光线 啊 如图我们的光线 从 哎 这题就是那个课本题啦 哎 我也老实告诉你啦 就是那个课本题 所以他告诉我说 呃 两个mm的话 两个mm的话 它彻移会是多少 所以它的做法是这样子 50度 就是它的I 等于50度 OK 50度 R 你可以用计算机去算出来 对吧 对吧 OK 50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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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过后 当然我们的那个D 哈 它就讲说 側移的距离是多少 側移的距离就会是T 乘上sine i 减 r 除以 cos r cos r 所以应该是这个的公式 and then 我们就算到 这个角度 我如果把它store进去A 那我的t是两个mm 乘上sine 50 减 a 再除以cos alpha a 就会算出来大概是0.77 左右 OK 0.77 左右 如果两个significant figure 应该是0.77mm 多少mm 所以刚才课本的题目 我算出来的 为什么我算出来的 anyway 所以这个是 这样子 这样子 这题应该是那个课本题 对不对 那个课本题 我打算 我那个图也是给错了 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ok 所以这个是那个课本的题目 然后呢 算出来的那个折射率 我也不要再算了啦 刚才我们的课本呢 我们有提到的 这边是算到1.7亿的 对吧 2significant figure 这个的话 你应该给我1.7就可以了 1.7 也是没有人赚的 ok 大致上呢 这个题目是这样子啦 好 好